蜘蛛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剛剛代表古巴魯的第一組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專案 你今天雨不滿了嗎 歷經三個月的乾旱 此時的小明已經三天沒喝到水了 正當他試圖睜開他那乾燥的眼霧獨光向無情的天空時 突然間 天空突然降下了大小的 就這樣在雨下完的同時 小明也結束了他悲慘又可憐的一生 是 比較很好 反正沒有辦法去救小明 媽 讓我們倒回去 不賣不賣不賣 不賣不賣不賣 大家就不用淋雨自己添水 有了雨夫滿就可以直接打開雨夫滿 然後賣的水瓶裝水就可以喝囉 善用雨夫滿 支援再循環 善用雨夫滿 支援再循環 好 相信剛剛看完大家看完 雨夫滿可愛的小短句以後 應該知道我們雨夫滿主要會做什麼事情吧 那再仔細介紹我們雨夫滿 知道做什麼事情前 我先小弟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雨夫滿 這一頁主要是來講台灣的水資源的利用圖 然後其實下一頁會主要跟大家解釋到說 我們台灣為什麼會這麼缺水 缺水主要想必大家已經 已經在這邊一定跟耳熟能講到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枯水期跟風水期之間的 那個水量直接是太懸虛 而且太懸殊 而且水量的比例也差太多 空間時空分配非常不均 所以 那個 再加按下一個 我們還查到相關聯合國資料的顯示 台灣平均美元的得水量 是世界平均的五分之一 然後台灣平均的用水量 是世界平均的兩倍 這講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水比世界平均還要少 但我們用的去比別人還要多 因此我們 我們藉由這項數據可以得到說 水資源的利用對我們台灣的現況是非常需要的 然後 我們目標就是想透過 剛剛短句上面大家看到 與鋪滿這樣子鋪滿獎的功能 讓我們能夠讓水資源能夠再利用 我們目標的主題 希望就是帶坐每個人所有人 然後 鋪滿獎其實不是個困難的東西 所以希望我們藉由我們整個 project 設計 讓大家可以自己動手做自己喜歡的鋪滿獎 然後收集雨水 全民的雨水再利用功能 然後 關於我們宣傳部分的話 初期我們會主要會以社群網站 Facebook或是Twitter之類 大家常用一些聊天工具 然後搭配一些我們自己製造的 製作的 與鋪滿製作小短片 然後撥在電視上或是網站上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製作與鋪滿 然後順便給大家宣傳的效果 然後在我們初期的宣傳達到效果以後 大家對我們知名度已經有些了解 那我們可能會辦一些比較具體實體的報告會 邀請商家來參加報告會 展示他們已經在線程上 有賣出的雨鋪滿 然後可以結合的力量部分的話 外路可以主要分為三塊 一個是政府 然後再來是已經有執行一些 已經有實做一些雨鋪滿的NGO 然後或者是已經有把雨鋪滿 當作商品比較販賣的商家 至於內部的話 內部的部分就是我們自身想到idea 接下來我們講 把系列內容交給下一位研究者 好 那我們在這邊規劃的話 我們主要是以短中長期為主 那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預計是在2016年的3月 那因為美雨季大概主要是3到4月左右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美雨季之前 讓大家先了解與鋪滿這個概念 那我們短期目標是大概兩個月左右 中期的話是三個月 後期的話是五個月 那為期大概是10個月左右 所以在這個收成的時間大概是年底的時候 那我們短期的目標的話 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是屬於用網路社群的遊戲 那我們可以就是一大時間 讓大家知道是什麼是雨鋪滿 他們可以去搜尋 欸 家裡附近是不是已經有人在用雨鋪滿 或是我可會自己做一個雨鋪滿 那我把它拍照上傳 然後點名我的同學也去找雨鋪滿 那製作線上影片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形成一個Warshot之類的 然後我們會先做一些 如何去做雨鋪滿的影片 然後跑到網路上 那我們也可以邀請一些 對環境有意識的公眾人物 或是有這樣形象的公眾人物 然後一起來做這種影片的推廣 那我們也會拍攝不同雨鋪滿的為電影 就是可以吸收不一樣的族群 可能如果宅男系列 我們就拍宅男系列 然後每一點系列 我們就拍溫青系列之類的 好 那最後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想要換一個雨鋪滿旅程競賽 那這邊我們會架設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的話就是 讓大家把自己家裡做的雨鋪滿 那你利用創意 然後利用你的想法 你要把雨鋪滿收集到的水 用到哪裡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然後還有照片什麼的計畫 然後拖到上面來 那透過網路分享以及選票的方式 然後最後做一個投票 那在短期的話就是有些實際活動 我們會穿著雨鋪滿 鋪滿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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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跟鋪滿獎合照 沒錯 然後又可以拍照打卡上傳 然後增加你的曝光率 好 那終結目標 大家可能還是只是很片面的了解 就是有雨鋪滿 雨鋪滿獎這種東西 但不知道怎麼要去做 那我們就會辦workshop 那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提到很多協會 或是一些民間組織已經有在做 那我們可以透過每一週 然後用一個協會去跟民眾分享 然後讓他們了解說 欸 其實雨鋪滿是很容易達到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去做 去參訪一些魔幻社區 像新莊的話 已經有個小的社區 已經做起來雨鋪滿 然後他們也有結合綠屋頂的部分 那透過這種去參訪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了解說 其實沒有這麼難做到 那最後期的目標就是 我們會再辦一個博覽會 然後博覽會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雨鋪滿 進行在的就是一個頒獎活動 然後也會擺攤 然後主要的話就是讓 已經有在做的廠商 可以來現場做販售 那這是一個就是雙贏的結果 那我們也會賣一些什麼DIY 大人的雨鋪滿之類的 然後一些介紹跟來人包 然後也會讓鋪滿獎賞相見歡 那最後的話我們的延伸 就是希望其實可以結合綠屋頂 因為綠屋頂不僅只是省水 它也可以達到減能減碳 然後讓屋內的溫度降低 那人力之餘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剛剛上面提到的 那我們可以分成實體行動小組 跟宣傳的部分 那茶圓重湊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找廠商來贊助 然後以及一些民間企業的補助 那效果的觀察跟後續的話 就主要是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 就是有在開始這個 剛剛講的這些傳播媒體的活動的話 其實曝光率會越來越高 那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然後去追蹤它 然後持續進行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長的一個計畫 所以就是不斷的辦Whatshap 然後不斷增加我們的曝光率的話 才有辦法達到說 把這個消息 這個訊息 跟這個知識傳出去 給一般人做 好 然後 我們的報告就要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好 那這樣我們 不好意思先不要走 我們麻煩到台前 然後我們請我們的評審 幫你們講評一下 來哪一位喔 兩一馬 我歡迎喜歡你們的那個 公仔形式的宣傳 不換假 然後還有道具 我覺得就是很可惜 然後這些 你們選擇的方式就是 在宣傳方面 有很多很細節的部分的規劃 還有可以很澄清 我覺得都是 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所以很鼓勵你們可以 多用網路社群的力量 去做這樣的宣傳跟事情 然後有幾個我想到 我聽到的一些案例 可能可以幫助你們 多做一些延伸 就是之前有個 非洲的青年 他們其實 在做水券收集的時候 很大的問題是衛生 就是收集之後 有一些病菌會在裡面 那怎麼樣維持一個衛生 那我看到這整個水券 雨孤滿 尤其是比較像是 把這個開源 大家都有一個雨孤滿 然後去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使用 那另外比較他們 那時候在非洲青年 討論的時候有一個就是 潔流 就他們在洗澡的時候 他們就是也用了很多水 那不只開源還有潔流 他們就創造了一個叫做 Dry bath 就是乾洗澡 一個游泉衛生的方式 那新加坡也是有一個 激流的方式 是一個馬桶先生 他們就做了一個 攜帶式馬桶 然後讓沖水馬桶 就是不會那麼耗水 然後這是兩個 比較大的 給大家的想法 那另外是 台灣有一個單位 叫台達建築 我家理經會 他們之前有做了 很大系列的水資源 跟生活民生用電的部分 然後這邊我想要做 一點點的延伸 是其實台灣民生用電的 用電跟用水其實相對來說 用水其實也是比較少 而且我們不是大的用戶 大家在節水的時候 民生用水都是第三節段 第一節段 第一節段都是工業跟農業用水先節省 所以想要看看 想一想用魚鋪滿的 鋪滿腳的力量 是不是可以去幫助 像台灣的電廠 用了很多很多的水 然後有事情可以用排水 不要用淡水 那甚至是有些污水的處理時間 排到沖川裡面 也是會影響的 所以就是兩個方向就是 大的用戶的用戴 跟就是其他的水的資源 能夠結合 所以可能 這個可能是後續計畫裡面 可以再發展 但很期待看到你們的 社群網路 鋪滿腳到處就是 流言滿一天飛 然後到處跑來跑去宣傳的概念 對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兩位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那第三組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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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